總統府參加兩年一度 歡迎各位來到總統府參加兩年一度的 總統科學獎頒獎典禮 首先我要向獲獎的李遠鵬院士 陳元聳院士 以及為父權院士表達最誠摯的助課 總統科學獎從 2001 年設立 今年已經邁入第 10 屆 得獎人都是全心全力投入科學創新研究 每一位卓越研究成果 對臺灣的學術生育和國際競爭力 都有非常大的貢獻 本屆的三位得獎人 我們的數理科學組得獎人李遠鵬院士 是相與國際的物理學家 在自由激光譜學 動力學以及動態學等領域 擁有世界級的學術成果 李遠鵬說 許多問題的根源都來自於教育 需要長期的經營 因此不論是在尖端科技研發 或者是基礎科學的教學 他都盡其所能 為臺灣的學術界貢獻所長 培育了許多傑出的物理化學家 在這裡 除了感謝李遠鵬的貢獻 我也要請李遠鵬能夠繼續協助政府 為臺灣孕育世界級的研究能量 我也要向生命科學組得獎獎人陳元鵬院士致敬 因為有陳元鵬的努力將臺灣打造成基因研究重症 他研究出罕見疾病 橫貝斯症的新藥 拯救了全球無數病患的生命 這個故事也被編成感人的電影愛的代價 我們剛才也在影片裡看到 令人非常敬佩 在臺灣發展生衣產業的這條道路上 陳元鵬的全力付出也受過委屈 今天貨頒總統科學獎是實至名歸 我要特別向陳元鵬說一聲 辛苦了 謝謝你對臺灣的貢獻 我也要恭喜應用科學組的得獎人魏福全院士 魏院士是中醫院第一位外科醫生院士 專研在自體及液體組織移植領域 他研發多項原創性的顯微重建手術 改變了當今外傷和腫瘤的治療方式 這些成就也將臺灣整形外科技術推至世界的頂峰 我要再次恭喜和感謝三位得獎人 各位研究成果讓科技得以造福人類 推動世界進步發展 絕對是臺灣人的榮耀和典範 因此 無論是推動基礎科學研究 培養年輕世代的科研人才 或者加速科技研發成果的應用和產業化 每一項我們都會加倍努力 也請各位院士繼續給政府最大的助力 我們一起來為臺灣創造更豐碩的成果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來請見 指導者 MIT 衹